那我们今天要是介绍的是什么产品呢 那我们请大家的设计师徐华运跟我们的实习生旭衡来跟我们谈一下这本的设计理念 好 来 旭衡有什么要问 我想问的老师是 我发现到这里有一张图片 你可以述说一下这个图片是有什么用意或者什么意思含义在里面 OK 我们说南方大学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让人家感怀的就是男人味 就是南方学生的一种感情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就会选择找了四个学生来 拍摄这样一张照片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稍稍有一点年纪 你认为稍稍有一点年纪呢 你就会知道这两张照片的构图是用着什么构图 这边我就不说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然后 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吗 跟上一次的书本还一起来到吗 上一次就去年是这一本 去年采取是比较像是图案式的方式 这是一个南方的建筑 然后今天我们反而把这样的主题回到学生身上 那可以讲一下里面的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好 这个设计呢 OK 是这样子的 你当你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 里面会有很多相关的 那个那些名人名言 是依据各个学院 我们南方大学就六大学的名人名言 作为一个相关的对定 所以你会有时候写写笔记觉得很无聊 所以看看这样子 然后反正就是 设计上是蛮有创意的啦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你会注意到这个阅历 它是没有任何的标识 所以这是让你自己去写 因为我们这一本笔记本是每一位新生 每一位入学的新生都会拿到 所以它会 比如说它是八业入学 它就可以从八业开始寄到里面的企业 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特点 然后呢 这个更巧思的是 这边刚好有一个堂皇绳 这是我特别去做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套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笔记本 然后就可以就锁着 就打不开了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收藏 这样子 好 这就是它的用途 好 哪里可以找到呢 这个其实每一个新生入学的时候 都可以拿到一本 学生事务图会派给大家 然后本校的教职员 每个人也有机会得到一本 那你可以这一年的好好使用 因为没有写月份 连年份都没有 你可以用到明年 你可以用到明年后年 如果你不小心延毙到大后年 也是还可以继续用的 哈哈哈哈 延毙啊 延毙啊 哈 OK好 还有什么吗 没有 那就谢谢老师 接下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还有分享 OK